我这一盆能繁殖几十分出来 有的话说这么夸张吗 对就这么夸张 那很多话说呢 养多肉 问到我怎么样 牵插存活率会高一些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办法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大家可以共同去学习一下 然后呢咱们可以这样 找个拓盘吧 就类似于这种感觉 我在找个什么东西呢 在找个随便找个什么东西 随便找一点东西 大概是这种感觉 你看这个拓盘里面 可以让它有水 你找个这种东西 把你们想要牵插的多肉的叶片 掰下来 我的一盆能繁殖几十分出来 有的话如果这么夸张 对就这么夸张 掰的时候尽量的别去伤害它 尽量的完整一点 你像我这个掰坏了 这样就废了 它要长根的话 这是在这个位置 给你揪一下 对 要这种完整的叶片 看得到吗 来 拉近一点 给它们看一下 要这种相对来说完整的叶片 你放到那种潮湿的地方 让它有水 就是蒸馏着的那种感觉 当然可以低一点 等到这个呢 稍微长气根了 也或者说你怎么着呢 你不用这种方法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随便搞点土 就就就这个盆吧 就这个随便搞个盆 随便搞个这种盆 就搞个这种 里面浇上一些水 里面浇上一些水 把这个直接放到上面 就这样放就行了 它的根系会自己长下去 懂了吗 而且这种存活率是百分之百的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除了你强光暴晒 你只要不强光暴晒 问题都不大 你像在它的原生的一个气候当中 它也是强光暴晒 而且它存活率还是相当高 你就这样摆到上面就行 就这样摆 摆下来就这样摆 炒土就OK了 不用频繁的去浇 你也可以用小盆 就这样 在我们棚里边的话 我连水都不用浇 因为空气湿度是够的 就这样 看到了吗 也不用你埋 也不用你干别的 存活率就基本上百分之百 在我们棚里边基本上百 啥都不用 就搞点土 就完事 弄下来这个头就是一个小老庄 温土里边它就能活 你一盆就 未来就成了一大大盆 就这么简单 不用你过分的操作 你也可以弄完以后 适当地喷一点点水 也不用保湿 也啥也不用 它这里面的这些营养 就是这个多肉里边 为什么叫多肉 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营养成分 有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足够支撑它长出来三四个叶片 它其他的都能从空气里面获取 就这么简单 希望能帮助到你 多肉还不简单吗 手拿把枪 大臭宝 记得点要关注老花一会 每天给大家分享羊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羊花自然一 白了臭宝 餐牙 这股市送费净的 股市送费净的